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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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是24565861 还有就是24276154 24276154 我们希望增加这个相关的一个防疫专线的这个线路跟服务的能量 因为很多民众可能有很多的防疫上的疑难杂症 这个需要去协助资源跟解惑 另外基隆市无症状与轻症确诊者申请居家医疗照护 到4月20号为止有30案获得核准 全市加入提供居家医疗照护有26家基层诊所 协助送药的药局则有35家 牛肠也公布包括血氧机在内的居家照护备品指引 我们会启动视讯的诊疗来评估来看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然后也会开立处方签 然后由我们的社区药局来进行调剂 或者是由我们医院的专质医师来进行 或者是医院的药局来进行调剂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送药到府 那如果你是没有家属可以带领的话 如果有家属可以带领的话 可以到药局里面去帮忙领药 但如果是没有家属可以领药的话 可以由医疗院所所处的这个处方签释出 到合约的社区药局 由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调剂之后 然后送药到府 校园疫情方面到4月20号为止 基隆市全校停课有三所国小一所幼儿园 预防性停课一天则有一所国小及一所幼儿园 至于班级停课则有40校77班 对外界质疑不公布停课学校名称 会让家长来不及因应 牛昌澄清透过校安系统回报 并通知家长反而比较快 学校如果要停班的话 我们该班的家长一定立即会接到 这个学校导师的一个通知 另外是现在都有一个叫做SchoolPlus的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所以家长如果有这个下载的话 其实也会在SchoolPlus的这个平台上面 去接到停班的这个通知 另外呢如果是学校要停课 学校要停课是由学校来进行通知 并不是由教育处来进行通知 所以我们原则上 我们基隆市是比照双北 我们不会特别的去标签化 哪一个学校是全校停课的这个学校 牛昌也再次说明确诊个案进案 居家隔离作业 及身边有确诊者相关流程 需要让民众安心 牛昌也呼吁未来能有更多基层诊所 及社区药局响应 加入居家医疗照护服务 在疫情期间共同守护市民的健康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 而金融市议会指出金融市的疫情延距 因此市议员张炳君就建议市政府 可以先做6到12岁儿童 接种莫德纳疫苗的意愿调查登记 一旦获得疫苗就可以开打 基隆市议会认为基隆市疫情严峻 因此市议员张炳君建议 应该要求基隆市政府 可以先做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的意愿调查登记 一旦获得疫苗就可以开始施打 学童是可以打莫德纳疫苗的 那我觉得我这部分也同时来去建议市政府 就是说原则上它应该在这个礼拜会开会通过 然后正式去施打莫德纳疫苗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是不是可以率先 其实在今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先来去做血童的意愿调查 疫苗施打意愿调查 如果要是确定我们这个血童 要是可以打莫德纳疫苗的时候 其实我们基隆市政府可以成为22个县市中 第一个率先帮我们血童来去施打疫苗 张炳君也建议市政府研议 可以让打完疫苗的儿童休息14天 产生抗体后再上课 延后放暑假等方式来保护儿童度过这波疫情 其实我也同时建议市政府 是不是针对停课标准来去讨论一下 比如说打疫苗之后 大概14天会有产生抗体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统一来去让我们 比如说打完疫苗之后 比如说下礼拜一 事先然后来休息14天 然后把暑假延后 类似这样子 但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市议员也建议 包括儿童接种疫苗 以及接下来的居家隔离检疫等配套状况 都可以在5月3号市议会召开大会时 请市长林又昌一并说明清楚 让市民朋友更了解 未来基隆在进行的一个防疫状况 接下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 就是6到12岁孩童的疫苗的一个施打 甚至学校未来的一个停课的一个标准 那或者是在接下来更高峰的阶段 居家隔离检疫相关的一个标准的配套状况是什么 我希望一并在市长市政总报告的时候 一并来做一个说明 这样会让我们的市民更加了解说 我们基隆未来的一个防疫政策进行的一个状况 居家隔离还是要在那个防疫集中检疫所 然后还有怎么样的投药机制 像昨天又收到一个他也是确诊者 然后他的哥哥就跑来问我说 那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投药 然后居然说没有投药 告诉他说你确诊你可以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 但是投药的机制怎么样没有 也可以请科长或是其他同仁来将我们议会所有的目前当前比较召集的一些建议 能够从议会带到卫生局去 让他们做因应上面的政策去调整 市议会也将把和防疫工作最相关的基隆市政府卫生局 教育处社会处和民政处四个局处的防疫工作情况 一并放在开议时前两天最优先报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能力3月20是祝生娘娘的圣诞 基隆慈云市举行圣诞法会 虽然疫情的因素人潮没有以往多 但妙方说心诚则灵 想要生儿育女 依据传统信仰寻求宗教寄托 就是要拜祝生娘娘 基隆慈云市主寺观世音菩萨之外 还有供奉诸生娘娘 让信徒能够一元求子梦 农历3月20日是诸生娘娘圣诞 信徒一早就为她祝寿 拜求我的三个观世生子 乖乖引经老奴 保持这三个云 除了求子 家中还有孩子的家长 也能够请祝生娘娘保佑平安 来拜祝生娘娘 民众准备鲜花 也要特别挑选过 想求男生都是拿那个白色的 比如说百合花 求女生就是拿那个红色的花 现在是女生男生都很好 所以很多人来求得主 也是要保佑生个健康 平平安长大 差不多以前 在以前都是拜到16岁 小孩16岁 所以说 我们祝生娘娘非常保佑 还有那个 有其他好多的那个保佑生保姆 保姆生 祝生娘娘圣诞 晨云市准备了油饭 树麻油鸡 而信徒也会准备蛋糕水果 记得求子成功 就要回来还愿 他们来还愿也是 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说买 通常都是蛋糕啦 我们有那个五罐 也买一鸡 他们没常常看到 他们没有特别问他 他们是很高兴的 也还愿 每年祝生娘娘圣诞 庙方都会举办法会 吸引大批信徒前来拜拜 由于疫情升温 今年人潮虽然不如以往 但庙方说 带着前程的心 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 根据统计 金融市失智人口出估 约有五千一百二十人 已过得张李梅颖奶奶发挥大爱 捐赠了一辆富康巴士 给金融社区失智服务据点 希望让老人家 获得更好的复健 及认知训练效果 张李梅颖奶奶的家人 将富康巴士的车钥匙 交给永爱社会福利协会代表 完成张李梅颖奶奶的遗愿 希望不要再有老人家 因为缺乏乘车资源 影响就医与复健权益 因为阿嬷其实在17年前 她就在基隆属立医院 她因为中风关系 在基隆属立医院一直常驻 那常驻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要带她回家 一直是我们很大的难题 因为长者中风之后 然后加上会些微衰退 她的行动能力其实不好的 那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带阿嬷 还要搬凳子 然后让她把她架上车子 然后要筛选计程车 那计程车可能有的不愿意载 然后有的底盘 我们要挑比较低的 然后甚至于有时候那时候 我就是徒手就是带阿嬷 就是去比较没有楼梯的地方 然后带着她绕着机动室逛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想要创造跟她美好的回忆 但是一直是陷于她的行动不变 那行动不变一直是我们的难题 那阿嬷在这一次就是她进加护病房之前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家人就是有更好的回忆 但是也相信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同样的人 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份心意传递下去 让阿嬷的爱可以给很多需要的人 在乔迁当天能获得张黎奶奶与家人赠送这台装有全新设施的热治一号富康巴士 受委托经营基隆安乐区社区失智服务据点的永爱社会福利协会方面 相当感谢张黎奶奶的大爱 也承诺会善加利用服务更多社区长者 阿嬷的协助奶奶的遗愿完成这样一个大爱 给了我们一部热治专车 就是服务失智长辈的一个接送车 那么这样一来相信我们就可以服务更多整个基隆市 更多可以到我们据点来参加的家庭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表示 基隆市失智人口约有5120人 目前专备50岁以上失智者打造的失智据点共有8处 提供社区身心附件 延缓失智认知训练及提供咨询等相关服务 欢迎有需要的市民多加利用 民间有爱有爱尝障 记者张气腾金融报道 基隆市田楼河周边的车位难寻 财属桥旁有免费的停车阁 却遭到三辆汽车占用 事员成疑反应后 辖区警方前往贴告公告 7日内车主不移车 就依照废弃车辆清理规定 请环保局安排特约厂商来拖掉 田凉河畔有免费的停车格 但走近一看 车辆不但布满了灰尘不缩 板金都已经生锈 轮胎更是没了气 算一算像这样中古车就有三台 但偏偏每台车都有悬挂车牌 三台从这个工地在做 就是占用了很久 一般人的可以转换率 就是你这样不使用 然后又放在那边 然后就会造成我们附近 因为这边附近都传统社区比较多 也没有什么地下室停车场 他这样长期占用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多 这边等于说这附近好像有一家 好像类似中古车买卖 或者是那个保险公司的 他们因为他们车子很多 可能是在这边有时候会 车子就找那个地方放 然后来交换这样 免费的停车阁 遭到有牌车辆长期占用 李明上网贴文 因为有悬挂车牌 并不是报废车 辖区派出所前往张贴通知书 认定是飞机车辆 现车主在7日内处理完成 拿机车来转 或是拿摆台车开车来转 要互换 因为这个有牌车 因为它这个有车牌 如果说没有车牌 我们会以办公处会查报 因为这个有车牌 可能是因为有车牌 我们没办法来报警 那个清理系统统 可能是要透过开出所 要警察这边来处理 本来市政府当初有在规划说 是不是这边来划 划线以后来收费 那地方上的意见是说 这边到处都是收费停车场 有时造成这边的停车积民的不方便 能够不收费 当然是大家来利用这个空间 来警察会查报 但是变成说 有的业者 或者说有的那个 那个没有供热性的驾驶 就是场景占用这样子 东方派出所的警员 就已经来把它贴上了 那要是车主在 一周内没有移车的话 可能环保局会把这三台车 把它拖去当作那个 废车 废弃车去处理 日前有脸书社团反映 本辖柴桥附近有三辆仪式 报废车辆长期停放 恐影响其他市民停车的权利 本所获之后 业余本月15日派员查处 现场张贴通知单并拍照 转报环保局依规定处置 另一有联系车主 表示会在实线内自行一致 基隆田辽河周边的停车位难找 长期被占用 警方只把清楚乱象 把车位还给真正需要的人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你这是老板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使用牌照税啊 做好防护啊 减少原接触比较好 缴纳使用牌照税 根本不用出门啊 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让你防疫缴税都安心 也太方便了吧 111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盗以及窃盗三个案件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以基隆警友镇 第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 亲自到三分局颁证奖金 鼓励元警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严峻 不过治安工作不能一刻松懈 面对犯罪事件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欺度派出所远警 仍然坚守岗位 连续侦破诈欺 强盗以及窃盗三个案件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以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 亲自到七毒所颁证奖金 鼓励元警的辛劳 也让三分局七毒所元警士气大正 我们第三分局办事处主任 今天警方破课的案件 能够发放及时奖励金 给予我们警方鼓励我们 谢谢 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第三分局 七毒派出所 那最近我们辖区内 有破课三个案件 是这个 诈欺 强盗 以及窃盗 以及窃盗 这个是三个案中大案 那因为最近在防疫期间 担心说 就大家会松懈 所以我们警方还是非常努力 回顾地方治安 那谢谢你们 对我们地方治安的一个维护 谢谢 也谢谢主任 杨秀玉感谢大家 在防疫期间执勤的辛苦 也提醒原警们 要多保重 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来看破案消息 基隆警方在巡逻时 发现一台双载的机车很可疑 准备靠近盘查 骑士却加油门逃逸 不仅冲撞原警 还一边丢毒品 在热心民众帮忙下 警方逮住了这两名男子 还收出了毒品及针头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明明正在跑给原警追 却大喊自己没有绕跑 结果还是被原警抓到 另一名穿着白衣的男子 在公车站前 被民众合力压制在地 警方也赶到现场 将他逮捕 上演警匪追逐现场 就在热闹的东岸广场附近 男兵男子共乘一辆机车 心机可疑 正当原警要上前盘查 他们竟然加速逃逸 过程中还冲撞警车 接着汽车逃跑 原警还在追 那看一下 当下警方呼叫资源 热心的民众也加入围捕 警方群青洞安全场 建机车交通违规 肆意来停 该两名毒贩 因持有毒品 心虚冲撞警车 现场查获毒品证据 讯避后 依毒品违外方式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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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随后在男子身上 搜出了毒品针头 还有残留物 警方将人带回派出所 并持续地搜索现场 有没有被丢弃的毒品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道 人民保姆真的很窝心哦 台北市内湖分局 文德派出所远警 在巡逻勤务时 发现了一名妇人 在路上徘徊 神色紧张 经过警方的协助 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80多岁的妇人 神色慌张 似乎迷了路 远警货报 请来处理 开门一下 他是住这一栋吗 你有看过吗 对 你住这吗 对 你住几楼 没有我来说一下 我住 你住几楼 我三楼 来来来 看是不是 整个人住在这 那你收集怎么不开 对啊 对啊 家里有三个人 家里有三个人 有的省心 有的省心喔 对 我看看 不是这里吗 对啊 是这里吗 不是 不是 原来妇人患有失智症 只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原警透过行动电脑确认资料之后 安全护送他返家 人民保姆好贴心 让家属相当感激 记者 黄少民 台北报道 中央集团秉持在地媒体的精神 积极培育影像制播人才 招募有志成为公民记者的民众 用镜头记录在地的自然生态 宗教 人文艺术的内容 不限年龄都可以参加 影片或节目只要入选 就可以获得2000到2万元不等的补助 随着摄影器材的普及 许多民众都会用手机相机记录生活 为了发掘在地的美好 中央集团秉持在地媒体精神 除了与政治大学合作 推动媒体试读教育 更积极培育影像制作人才 号召民众制作多元的传播内容 媒体素养教育的第四个环节 就是鼓励大家制作传播的内容 这是为了要让意见市场更多元更丰富 那这个政见计划呢 除了鼓励大家可以有一些拍摄影片的一些补贴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电视上面 出现的内容更为多元丰富 而且各地的在地记者 都是如果可以拍摄自己家乡的内容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各地非常美丽的风景 所以非常的感谢中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媒体内容的制作 增见主题分为新闻影片组 短片影片组以及节目组 入选新闻影片可获得2000元 短片5000元 节目每集补助5000到2万元不等 欢迎民众一同用镜头 呈现自然生态 人文艺术与多元丰富的在地特色 增加集团在全省有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 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经营区域 而每一个经营区域都有不同的人文历史特色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让在地人说在地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次增见的计划 特别提拨200万的奖金 希望让地方的民众 社团 学校 学生 能够更积极参与整个新闻 短片以及节目的制作 只要作品入选就有奖金 另外我们也透过在地影像赔丽 赔丽营来深耕媒体试读的教育 以及提升媒体素养 凡是对影像有兴趣 喜欢用镜头记录在地人事务的民众 不分年龄 不分个人团体 都可以向中家宽屏 各地有线电视洽询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